你 杀了你 故事全赔光了 翠翠跟别人跑了 我们的婚也结不了了 你陪我翠翠 你 夜空点亮了 怎么舍得让你瞬间就在坠落 路外延续着 当光芒闪烁 因为爱情那么真实的 曾在过 欣欣 没事了 没事了 有没有受伤 翠翠 你怎么参赖 都吓死我了 我以为再见不到你了 傻瓜 你怎么可能再见不到我了 爱你的是我 以后我天天在你面前晃 晃到你腻为止 好不好 好 恰好的软泪是我心还柔软的角落 此前应求 正的耳朕说 我们回家 让你的梦更晚的不见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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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好好 抱抱 再抱一会儿 咱们就回家 你 想要 彼此的光和热 趁紧守护着 一切交给我 花为满天星河 在我的夜空 你怎么还在工作啊 你怎么醒了呀 做噩梦了 对啊 我梦到你熬夜工作 把身体都熬坏了 吃个宵夜吧 白天有红包 晚上有宵夜 被你这么一直养着 我都不想工作了 那就我养着你 那 怎么才能让你一直养着我呢 很简单啊 你就帮我拎包 帮我看店 然后哄着我 最后再牵个卖身器 喂 不是说好了养我吗 怎么变成 我跟你打工了呀 你牵个卖身器的话 更合情合理 你就是我的人了 我不要合理 我要合情 嗯 先吃宵夜 先放你一马 这个陈总是外帽的股东吗 哦 对了 明天陈太太兄日 我可能会晚一些回来 你不用等我了 嗯 谢谢啊 你总算来了 等你好久了 以为你不来了 怎么会呢 你的生日 怎么陈太太也认识顾小姐啊 啊 对啊 我跟她呀 是一见如故啊 哎 你老公呢 我都要看看 谁那么有福气 能娶你做太太 我介绍给你认识啊 哎 好啊 帽子 好 思辰 我给你介绍一下 林大姐我朋友 这是我老公 尹思辰 陈太太 生日快乐 什么情况 你们认识啊 这不巧了吗 来 我给你介绍我老公 来 老公 来 来 我给你介绍 这是歪帽总裁的夫人 尹太太 我跟她特别投缘 哦 是吗 你不是有歪帽的股份吗 老公 你不是说找成都有事聊吗 你们聊完了吗 是不是我们来打扰你们了 啊 你们有事啊 那就到书房聊去吧 今天是家业 不方便聊工作的事 哎呀 没事 有我呢 我来照看这些人 去吧去吧 去吧 那 颜总 请吧 你什么时候和陈太太这么熟了 我帮了他一个忙 哎呦 踩到我影子了 痛死了 你得补偿我 尹先生 你这个叫碰瓷儿 怎么样 搞定成功了吗 嗯 嗯 不想努力了 嗯 没事儿思辰 我呢 跟陈太太是好朋友的 我们还可以再想办法的 一定会有转机的 对不对 不要难受 哎 陈东已经答应我的要求了 哎 你放下 老婆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 我该怎么补偿她呢 嗯 到了 你 这里为什么是世界尽头啊 小时候有一次我和我妈吵架 我离家出走了 然后我走着走着 就走到了这里 这里对于当时的我来说 就是世界的尽头 我也不知道世界的尽头在哪儿 所以就只能 带你来我的尽头 快看 啊 您是怎么正好计算到这个时间呢 我也是那次意外发现的 后来每当我遇到困难 挫折 我就会来这里 玩这种 不聊的游戏 思辰 辛苦了 以后我都会陪着你的 生活里本来就是有很多我们无法掌控 也无能为力的事情 在遇见你之前 这件事 应该算是我能掌控 时间久了就有足够的勇气 回去面对那些问题 就当充电 那我来给你充电 这一次的事情麻烦很大 不充满电 很难应对 没关系 应付不了呢 就不应付了 反正呢 我还有Sisi Sisi的收入应该可以 跟我们俩普通的生活吧 不行 你有一些昂贵的爱好 比如说手办 但没关系 手办也可以不用放弃 我可以给你手工制作 我给你做 谢谢 我什么都不要 就要你